王一夫人帶著女兒來到網紅 盧哥在高雄新興中山路上的娃娃機店 趁著人多涉嫌偷走商品 架上近期火紅價值約一千五百元的 喇喇喇公仔 最近他不斷在一二樓來回走動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殊不知過程全被監視器拍下 而員警二十一號晚上九點多 也在南子區逮到人 根據瞭解涉嫌偷竊的是這名四十歲的 靈性女子被帶上警車 當時她偷完公仔後是騎車逃離 那警方在南子區買福歹人 女子疑似是缺錢花用才會下手刑竊 但居然在孩子面前犯案 被說是做了罪壞身教 而由於這間商店開幕後人 其實就非常多 這已經是這個月的第二起偷竊案 那警方後續也將主動協助商家 來做好房切措施 維護財產安全 也提醒民眾以及業者務必 將自身的財務妥善保管 若是有發現可疑的人事務 務必趕緊報警來保護自身錢財